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跟同庙做了一个预防针的预备动作 我说12682那是经过30年一个大底所建构出来一个强力支撑 它不容易跌破 它种子跌破一定是假跌破 既然是假跌破 礼拜二当然是买点不是卖点 是不是 昨天台股有没有上去 有没有翻到12682之上 今天实际性的一个大涨将近200点 给你的行情总是在你最悲观的时刻 欣老师会适时地拉你一把 这盘一个结构跟架构 欣老师在礼拜二解读得够不够清楚 我常常告诉你嘛 你什么时候最需要锁定我的节目 大盘重挫 你不知所措 把我的节目看完 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正确的投资方向跟策略 你办 压台积电嘛 再压指数啊 我说有利中小型股的一个布局啊 我喜欢这种盘啊 我不喜欢垃圾盘 之前有时候大盘在涨 就只有涨台积电 那其他中小型的股票呢 没什么表现的空间 索然无畏的盘势啊 那现在呢 台积电利空平船啊 不太容易涨 但是有利中小型个股的布局啊 所以这个盘OK 礼拜二 假跌破12682啊 最低来到12629嘛 我说会增拉台啊 我说会穿头啊 你或许会犹豫啊 因为当天收盘是12666嘛 还是跌破12682啊 但昨天的一个台股呢 涨了六十几点嘛 有没有回到12682之上 收盘是12729啊 我说破底翻啊 会翻上去的 台股落后美国股市 它会跟上去的 目前是因为台积电被压着嘛 那长线的一个趋势架构呢 会跟上美股 美国股市跟你分析了一阵子 我说CPI从9.1%降到8.2%嘛 高东盆高物价即将成为过去市 所以反映在美国股市 稻穷底部形成支撑越定越高啊 礼拜一跟你分析完之后 接下礼拜二礼拜三呢 稻穷又多涨700多点了 昨天的稻穷 有没有持续性的创下波段新高 所以今天一个台股呢 大涨197点 财涨197点呢 为什么这样说 我上礼拜就跟你讲过了 大盘这次回党 回了将近6000点 不用说谈个0.618 0.5二分击就好了 3000点够你赚的 只是说这三天点的一个行情 它不会一触可击嘛 每天涨200点哦 不可能嘛 所以你要给我时间 我自然会带你反败为胜 这波盘式的转折 千老师抓得很清楚啊 我在买股票 是因为高点 我都有卖一些个股 有没有还记得吗 这些股票的一个 卖出的时间加围 我都有拿出 会人口讯来跟你对价 包括上个礼拜 这无党股票 金瑞高利 我有没有卖 这两天 我有没有做机会的动作 什么是低进高出 高出还在低接 低接完之后 今天当然会亮灯 涨停板了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盘 漂亮筹码面 融资水位 已经剩1668元 这行情 3000点不过分 金瑞 145的卖点 这一趟23块钱 对 144 143 145 短压来的 当然要卖 有没有跟你对价 卖在145 卖完之后 隔天还有146 那如果你不卖 2012就跌停板了 我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145卖 卖完之后会亮灯跌停 那来到19 你怎么办 如果你145没有卖的 你反而去追高的 你怎么办 看到19 你不觉得 你应该打电话进来求救吗 119 求救的讯号 你有打电话进来求救的 金瑞 我在礼拜二 我就会告诉你 你再买一次 如果你高档没有卖的 所以金瑞 五天回档叫转折 来到相对的低档支撑 120 做接回的动作 有没有跟你对视对价 我还 因为当时候 金瑞 特位的持股 当时候 特别问 持股已经满档五档了 我把一档股票卖掉 转买金瑞 买在120 收盘是123 很漂亮 昨天你一定觉得不漂亮 昨天的金瑞 最低贯到117.5 收盘是117 117.9 买了短套 变短套 金瑞 有躲起来吗 没有 我要告诉你 还是可以低接 还是可以低接 连买两天的金瑞 今天扎扎实实的亮灯 来到130 有漂亮吗 什么是转涨停 在金瑞还没有涨停板 发生前两天 我给你买点 给你的持续性的追踪 有没有帮助到你一个操作 最重要的一个操盘节奏 这是145 我要先卖 我刚才跟你讲过 高点有卖 这波盘式的回档修正 比的是 每次的相对高点 你有没有卖 你如果有卖 指数变便宜了 股价变便宜了 金瑞高利 这两天 买回的张数更多 你才有办法达到一个 获利成熟的效果 那至于高点没有卖的呢 在低档区 你当然不可以盲目的杀低 尤其在礼拜的大盘数 灌破12682 你每天有锁定我节目的 你会知道 接下来你策略跟动作 应该怎么操作 对你会比较有利 所以好好把金瑞老师的 两点半节目看完 对你的操作 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昨天的金瑞 有涨停吗 黑黑棒 对不对 灌到117.5 礼拜二买120的 最低灌到117.5 卖吗 我告诉你 还是可以低接 今天 有没有亮灯 我常告诉他们 赚长停板要靠实力 在金瑞还没有亮灯 掌停板以前 前两天要先买 这样不叫实在 这一档高利 之前100到142 42%你看到了 对不对 142的卖田 我120 有结尾 126卖赚6块钱 卖掉之后呢 跌到103 高点有卖 就有资格低接高利 请问清楚 我在礼拜二告诉你 12天了 12天了 礼拜二是大盘之后 来到破断低点 你最惊慌失控的一个时刻 建老师提供机会 你负责把握机会 高利今天掌停板 是属于你我共同创造出来一个绩效 没有错吧 所以呢 跟你预告完之后 礼拜三呢 刚好13天 这要转折买点嘛 来到低档啦 我上次买100到142 42%嘛 6天嘛 昨天 101啊 101是高楼吗 是最高点吗 上次的买点100 你忘记了吗 所以呢 回档13天 再度的出现 转折买点102做接回 昨天这个位置啊 你去对时对价 102保证一定买得到 当初价格在101.5啊 是不是 高利尊荣会员的持股啊 全体尊荣会员帮建老师做见证 昨天9点33分 有没有告诉你高利回档13天 在102附近可以买 今天有没有亮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大盘涨了200点 我们手中持股 涨停板是合情合理的啊 高利是尊荣会员的持股 金瑞特别会员的持股 今天比较 不好意思是普通会员股票 没有涨停板 但是至少普通会员的持股 今天一样大涨特涨啊 所以亲老师对待每个等级 会员的一个照顾 一次的 只是因为你们资金规模不一样 配置的股票不一样啊 但是尽心尽力 帮每一个等级会员 所有全体会员 帮他们创造一个 获利陈述效果的绩效 这都不是随便讲讲的嘛 你精锐高点有卖 高利高点有卖 这两天可不低接 低近高出高赚那低接 现在是永远不变的操盘节奏 你要学以自用啊 如果还学不会 来跟着讯息 边操作边学习啊 什么是该赚利润赚得到 该避开的风险避得开 那不是青菜公共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石头放炮 嗯 对 高利 145的卖点 金瑞 也是145的卖点 对不对 一个是142啦 一个是145嘛 那都是当天公开给你的抗讯啊 对时对价 那回档下来呢 昨天的高利呢 102啊 可不可以卖 你敢不敢卖 有我的抗讯 给你借重 你当然敢进场啊 没有我的抗讯 你敢随便的一个 下去做承接吗 你一定看到高利 今天亮灯了 快亮灯了 才说高利真的可以买啊 所以昨天重不重要 你们一脚的分析 13天的转折啊 你高点有卖的 那低档啊 上次买100 可以涨到142啊 这次回到101啊 我买102啊 昨天拉高 105 现赚3块钱 今天 又多了一根 115啊 两天有没有超过10% 昨天是买102这个位置啊 105到今天115就10%嘛 那102到15呢 有没有超过18 有没有超过一根 该赚利润有没有赚到 该避开的风险有没有避开 接下来的一个超额利润 请你务必要保我 行情保守预估啊 0.382嘛 我认为至少二分之一啊 3000点的行情不是一处可击 你给我时间 我带你反败为胜 不要去想过去 过去操作的事物 不管是你跟错人 或是你自己的一个操作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 跌了6000点了 破了12682啊 市场悲观啊 一定悲观啊 扫完停损就上去了 所以你看融资水位 创下这几年的新低水准 筹码很干净 很漂亮 所以不要悲观 元泰8月4号 178.5回测月线的买点 记得吗 营收大幅度成长一档 电子标签的股票嘛 从178.5 它可以涨到255啊 43%追吗 元泰255以上的位置 我会告诉你 胡乱去追吗 去抢那个短线吗 没有 有拉回修正的压力 255是卖点 要会卖 第一档的买点在178.5嘛 很清楚嘛 所以呢 告诉你有拉回修正的压力 它就从255啊 一路拉回修正到179啊 上次178.5可以买吗 礼拜二来到179 闪钉截铁告诉你 我会接回 我会我们说到做到 所以不管是礼拜二 或昨天礼拜三 接回元泰多可以啊 因为已经接近178.5了嘛 所以礼拜二的元泰179 我会接回啊 所以礼拜三 接回的位置在181啊 最低是180嘛 有没有跟你对时对价 按规划181附近买回吗 是不是 买回181之后 拉高186 今天元泰 196 两天 15块钱 这行情 有没有机会让你反败为胜 看你有没有更对 正确的资讯啊 跟错资讯 一样是一败涂地啊 所以呢 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不然是大盘分析 个股的高低点 我相信我解析得很清楚 我没有再跟你模拟两可 现在有没有 跌时来跟我买 是我给你的优势 涨时 带你卖 是我给你一个价值 希望每一档 个股 亲好是所创造出来的利润 上涨那一段 我们一起来创造 我一档修正你高低跟我卖 该避开风险避开 那就非常完美的 这一档其红 小错一趟 为什么这样说 之前两趟嘛 卖在120的 这边有接回 这边失误嘛 那今天第一档转折向上 当然可以买啊 记得吗 这边两趟的操作 14120的卖点嘛 这边失误一趟嘛 那现在回到低档 转折向上的一个买点 其用 今天9.29分 本来找盘挂低点 有些会员说没有买到 有些会员手脚比较快 是有买到的 没有关系 会员的反应 我一定会帮你们 做一个改善的动作嘛 没有买到就改97啊 对 9.29嘛 经过两分钟 31分 再96.7嘛 你去对价 9.27一定买得到 所以七老师 盯盘很用心 照顾会员更用心了 会员有反应啊 手脚比较慢 没有买到 那就改稍微高一点嘛 9.27买奇红 买完之后今天 大涨来到101啊 另外这一档 一样是之前高点卖掉的一档 机油股 我卖在这个位置啊 老同学应该知道 会员应该也很清楚啊 K线不晓得你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现在回档修正 逐出一个底部 可不可以接位 9月营收新高 每月营收今年度 一到九月份 多年成长两位数字的机油股 这个时候 当然是你跟我好好的 第一接力时机啊 所以对未来台股 有机会上涨3000点的行情 你还不需要如果掌握了 你可以交进来是拉一 小小鼠stock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往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生计股的薄瑞赚一个股本 之前10月3号333 卖两趟55块钱的利润 10月3号卖在334 这都跟你对价过了 334卖完之后呢 还冲高到362 竟然是选择股票 基本面很强啊 卖掉不见了马上会下来 所以呢 上去当然不追啊 我就卖334嘛 相对高点卖 接下来呢 打到258 适机而动啊 什么时候可以接回 昨天啊 昨天最低250啊 我接回在262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 最低点怎么可能是我买的 是不是 会员都在看我的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我怎么可能吹嘘说 我250接回啊 我就买在262啊 这位置没有买啊 你去对时对价 就买在这个位置啊 是不是 262接回之后 收盘270 今天宝瑞呢 来到278啊 从262到278 16块钱啊 两天的时间而已啊 那重点当然是要高点 要先卖嘛 那第一档接回啊 这条立于不败之地啊 否则股票上去都不卖 下来因为大盘的回档 你的股票跟着受千雷嘛 那是一个等待非常艰辛的过程 等减套很累啊 但等买点呢不一样哦 对等买点是不一样哦 高点有卖嘛 那下来呢 你自己看一下 差了72块钱啊 你买10张的便宜了72万耶 不是吗 你第一阶段看到的 精锐高利都是如此啊 高点有卖 接下来 下来是等我给你买点嘛 高点没有卖 经过时间的脱模 等解套 那个差很多啊 东哥 25的买点 287的卖点 这样42块钱落袋嘛 为什么要卖 量价不对称 没办法过高嘛 卖287 287卖完之后呢 掉到230啊 没有我带你买 不要随便出手 差几块钱 差了57块钱 接下来 礼拜更低啊 221啊 今天的东哥呢 达到216 破断低点 我218接回啊 差了几块钱 差了将近70块钱啊 所以整个东哥 今天9点13分 218附近接 当然价格在217 你去对对价 保证定成交啊 当然行情浮动了 浮出来了 你就要把握住 那个机会啊 对 你在 溺水当中 有一块浮沫 游泳圈丢给你 赶快抓住啊 眼看着行情破底翻 要冲出去的 今天东哥 我纵使强反弹 我也要进场了 因为高点是有卖的啊 我是卖在 287的啊 不是吗 今天便宜的 将近70块钱耶 纵使强个反弹 强个二十几块钱 三十几块钱 我也觉得不错啊 是不是 所以东哥218接回 拉高 洗下 尾盘 盘中 233啦 一天 十几块钱耶 收盘是228 一天可以赚十块钱耶 买十张十万块啊 所以呢 在目前行情的一个架构 绩效当然很重要啊 我在解盘 不管是大盘的结构性的一个 未来走势 或是个股的高低电转折 我向来不会跟你 模拟两可 忽多忽空啊 这没效嘛 讲空话 说大饼 那个对你的操作 一点帮助都没有 实事求是客观的分析 所要带给你的是 一档价值行投资 概念股票 它总是有 波动循环的一个结构嘛 一天有可能 每天去 金老师介绍股票 重视很激哦 不可能每天涨嘛 涨多了要不要卖 跌下来会每天跌吗 来到相对低档 要不要做机会 那就是很重要的 技术层面的分析啊 选股 价值行投资概念 本节目内容 不是肌肉股 我会带你买 这是我永远不会改变的方针 一些没有基本面的 这种子多会涨 多会涨停板 我都不会去碰 因为一旦碰到地雷股 每天跌停板跌跌不休 你一次的身家 就化为乌有 这是难以承受之重呢 台胜科营收新高的 9月30号130 准备30天转折向上 第一只小买点了 你以为抓130是很简单吗 波段低点 我们给你预告 准备34天转折向上 130到150 第一只脚可以赚20块钱 第一只脚没有买的 第二只脚当然要买 又回到130 第二只脚买点 10月13号来到126 更低啊 持续看好 就如同礼拜二台股 跌破12682 谁会告诉你 假跌破真穿头 会破底板 应该就只有在下我 那接下来 当然其他人会跟着后面 一起摇旗呐喊 领先市场是需要靠专业的 不是盲宠啊 所以切老师这边的专业实力 值得你来借重跟依靠 126持续看好啊 结果隔天有没有亮灯 139啊 赚掌停板要靠实力啊 上礼拜三大盘不好 表现不错 所以礼拜 来到145的波段高嘛 礼拜又回挡了 回到137了 我说会上啊 两只脚那么稳的 踩在这边嘛 营收新高 每日营收 年车上两位数字机油股 跌到137 我说会上 昨天有没有上 来到141 今天有没有继续上 来到146.5的波段高 所以给你的买点很精彩 给你的利润 你当然要更进一步的 同步来掌握啊 中美金 166 高点的卖点 上礼拜是121 可以买低接嘛 跟你预告有低点还可以上车 礼拜三到120跌5 跌破121 我说安全系数很高的一档 个股还是要踩低接模式 今天中美金呢 也有没有来到126 另外最新营收 年成长近两成的机油股 我说回到之前前波低档 这场线买点 服务而很干净 今天有没有拉出红锡棒 今天有没有拉出中场红 所以在目前破底翻一个架构 你的操作要更加积极 不需要如何迎接 未来强制机油股所带给你的波段一轮 欢迎你加入金豪社的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时对价 把节目时间交给 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各表家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投资应告独立判断 显示评估并且是致富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